大家早安 市長 在你上任這五年來 在台中市已經發生158起大車死亡事故 造成166人死亡 在各選區 無一倖免 都發生大車死亡事故 結果我看到你一整本專案報告裡面 市府只用一句話 形容9月22號公車撞死女大生 你說一死一傷 這一死一傷的背後代表台中市 長期忽略行人安全保障受到忽視 長期受到忽視 結果事發至今到現在 我沒有看到你一句道歉 甚至前天10月7號 女大生的告別式 你也沒有出席 市長我想問你 為什麼你不親自出席這位女大生的告別式 166條生命沒有辦法喚起 你對行人安全保障 宣誓的重視嗎 請市長回答 八個議員 因為當天有議會 說我前一天去了 我前一天有去 這個 慰問家屬 並且行李 而且我之前也有去 所以因為就是因為當天沒辦法去 所以前一天去 謝謝 市長 你在 9月24號你甚至有提到 五項行動 我們集體 呼籲告訴你 你這五項行動 你要重罰客運業者 120萬元 並沒有辦法達到懲戒的效果 其中你還說要針對全市 20大議造勢路口 重新檢視 市長我們要提醒你 這次的造勢路口 綠川東街中山路 就不是在議造勢路口 卻也發生死亡事故 所以你提出的這五項行動 並沒有辦法解決 行人被大車造成威脅的結果 你上任這五年多來 交通局長都是同一位 葉昭府 事故頻繁的發生 166條生命的消逝 台中市 灌上了行人地獄 情況持續惡化 111年以來 台中市的公車跟行人事故 高達24件 其中三件是行人死亡 整體是數據 都在惡化當中 盧市長我們集體要求 葉昭府下台 盧秀燕道歉 葉昭府下台 盧秀燕道歉 以宣示 台中市保障 行人路程的決心 葉昭府你做不到就請你下台 請回答 盧秀燕道的這個關心交通安全喔我想 剛才盧秀提到的喔不管是重罰 或者是我們收回業者的路權 這是台灣首例因為交通安全 我們收回客運業者的路權 這盧秀燕道也非常清楚 就這個部分我們集體告訴你 就我們的了解 客運業者現在要經營市府的路線都已經實為 不容易 你如果要求他收回路權 他就直接退場 他必須要跟 重視行車安全 他就直接退場 他是潛在的隱性風險 那你這個也辦法保證 再也不發生任何行人在台中市 受到大車的威脅嗎 一天在公車在台中市開了8000班 開了17萬公里 每一個路線每一個公里每一個司機都必須要重視行車安全 所以這一條生命的消逝 沒有辦法得到你的重視嗎 也必須要注意 你記不記得 在2021年 就已經發生 清水區嘉洋女高中生被巨業客運撞死 當時盧市長 甚至 托人拿了2萬元的慰問金給家屬 媽媽 這位家屬的媽媽 寫了一封信給盧市長 我2萬元還給你 請你把女兒還給我 跟譯作報告 結果9月22號又一條 年輕生命的消逝 你還好意思在這裡做局長 跟譯作報告 每一起的交通事故 不管是死亡 或者傷害 對於我們來說 當然都有責任 所以我們針對死亡的事故 每一次死亡事故之後 馬上市府相關橫向機關 一定要針對該入口 進行會堪 不管是不是在工程上面 在相關這些改善上面 都必須要有一個作為 這本來就是會做 剛才依作提到 每個月的道安匯報 本市都會有前二十大造勢路口 這一次所造勢的路口 綠川東街 跟中山路 這不是二十大造勢路口 所以你講的 內容在五項 都沒有辦法確保行人的安全 也因此我們要求你 下台負責 你做不到就請你下台 盧秀燕道歉 貴家府下台 所有的事故都是要謹慎 好謝謝